主要是PTT不能亡 那我們有兩個主義 一個是我 一個是主義 那主義剛好今年有事 他今天沒有辦法來 那我首先快速介紹一下PTT這個平臺 那PTT它是一個非營利的平臺 那我們永遠都不蒐集使用者的資訊 來賣給董告商 那除此之外 我們在呈現文章的部分 我們也永遠不會使用上癮的演算法 來提高使用者的年性 那也因為所有的短力者都是志工 那也因此我們沒有金主 因此我們能保持學術中立 那平臺不會去特定篩選 特定的政治立場換文章 那我想跟大家談談 我們創立二十幾年來碰到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開發人力嚴重不足 我們現在只有一位工程師 正在幫我們開發PTT的系統 那我們的功能開發 也因為BBS架構過於老舊 很多想要推行的功能推不出來 那線上使用者 相較於我們最高的功能的時候 現在已經也掉到快一半左右 那人數少得非常多 那PTT也因為開發人力不足的關係 那我們沒有官方的APP使用者 被迫就要使用沒有經過驗證的第三方的APP 那我們內部討論了許久 我們就是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能夠透過跟公眾徵求人力 然後來開發官方的APP來解決 試圖解決是讓PTT上碰到許多問題 那目前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可以在APP上實作新的界面機制 來彌補我們BBS架構過於古老的系統上限制 那我們這個專案已經成立了好一段時間了 我們是2019年5月開始的 所以我們也快兩年了 那我們目前運作方式是每個禮拜二會在晚上的時候 會進行30分鐘到1小時的會議 那我們也是每個月都會大家聚在一起實體的討論 整個專案的細節和進度 那我們目前的進度是我們釐清的需求 然後也完成第一階段的開發 然後現在不管是iOS還是安卓 我們都有DAMON的版本可以做測試 那我們成員有UIUX 然後也有後端 也有複著安卓和iOS的開發 那我們在這邊想要跟大家正用的認手 那所有如果你對剛剛所說的安卓 iOS和後端以及 以及UIUX有興趣的話 還有關心PV的各個朋友們 那很歡迎你到GDNV的SLA上來跟我們聯絡 然後我們在外面也有桌子 那也歡迎你等一下過來跟我們聊聊 好謝謝大家